大家来看看中东局势 中东局势这里真的是 没有一天能够安稳的 甚至更严峻了吗 10月7号之后 被说是10月7号 这个攻击时间里头 更血腥的一次 是在瑞尔色列来讲 以色列攻击的 当然更血腥了 这是真主党有无人机去袭击了 以色列的军事基地 14号发生的 昨天 在这场攻击里头 怎么会无人机没有被发现 就如入无人境 定到了以色列的军事基地 造成了4名士兵死亡 超过50人的受伤 差不多是同一天 时间点可能有待伤去 同一天在南部边境地区 跟以色列 尼巴嫩这里 真主党也进行了 直接地面部队的搏火 大概历经一个小时 村落进行巷战跟搏斗 两军临近边境的村庄搏火 这样的对抗 好像尼巴嫩也不如 真主党也不如外界想的 这么疲弱 仍然持续的各种进攻 在进行当中 而以色列被说 你难道跟联合国 其实宣战了吗 怎么回事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去攻击联合国 驻当地的维和部队 这次又来了 又是昨天他去联合国 位在尼巴嫩南部边境村庄的 拉敏耶 避兽战遭到两辆以色列的坦克 硬闯进去 还释放在里头 释放烟雾弹 逗留45分钟之后离开 当然他有各种说辞说 因为我们其实是在 这个有人员 受伤什么需要才能回避 掩蔽等等 但各种的理由 仍然是让联合国 其他相关的单位 没有办法接受 联合国民主长就谴责啦 攻击维和部队 是违反国际法的 可能构成战争罪 美国媒体甚至报导是说 以色列准备把联合国 也加入到攻击对象的行列吗 这也太夸张了吧 卫星领图显示 以色列的军车 已经包围了至少一个联合国营地 针对先前开始陆续去发生 攻击维和部队的行为 就已经有40个国家 发表了强烈的谴责 那纳坦亚胡有害怕吗 没有 他回应是说 警告驻黎巴嫩周围的 这个维和部队 立刻远离 所以黎巴嫩部队 只要在相关地区存在 维和部队 联合国的人 还是黎巴嫩的人都不重要 他都会成为真实无党的人职 所以叫你赶快离开 而不是说他会有所约束 所以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 在这个中东地区 仍然是另外一个 可能更白热化的吗 以色列防空有告急吗 因此有可能遭到伊朗的攻击吗 美国立刻又征派100名士兵去干嘛 加萨战争以来帮忙派大量士兵 是用来做萨德系统的支援 最快就要可能要7天之内就要抵达当地 美军海军的中东发射导弹 被说这个超补给 速度很快 这么多的这个量一直给 那以色列打得很快 一天一年的产量几天就打完了 所以美国现在消耗库存的速度 比导弹补充速度还要快 引起了警觉跟担忧 也告诉大家说 以色列现在是多方开火 一个战火式 没有要停的意思 而且要扩大到 联合国也没在怕吗 亮哥 联合国以色列在打加萨的时候 就已经打死多少志工 联合国维和部队 以色列本来就长期不满 因为2006年 联合国1701号决议 它是规定 除了黎巴嫩的国防军 跟维和部队之外 离南地区不可以有其他的军力 以色列现在当然会质疑 那为什么郑主党可以进来 所以他就说 郑主党可以进来 我为什么不能进来 他们已经在离南在混战了 维和部队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维和部队 大概只有武警而已 不是真的军队 他不是说 有什么重武器可以交战的 所以他基本上 就是在那边维持治安 象征的意义 象征意义居多 就说你们不要进来 结果以色列就觉得 我跟你讲一个数字 你就知道以色列不满在哪里 2006到2023 离南跟以色列北部的屯肯区 交火的总次数9500次 所以他认为你这个维和部队 根本就跟废物一样 所以我跟你讲 他这个出手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他就觉得你不能解决问题 那我来帮我们的屯肯的居民 解决问题了 因为北部屯肯区有10万人 可是我认为以色列 还隐藏了一个 自己心里的小秘密 他要直接扩充领土 直接把利塔尼河 给占领下来 那而为己有 对 因为1948年独立战争 以色列本来就有很多独立人士 认为自然边界 北部就是利塔尼河 就一直没有实现愿望 所以他们认为现在是 第二次 最佳时机 第二次建国战争最好的时刻 他就是一路要打到利塔尼河 利塔尼河提供黎巴嫩 30%的水量 黎巴嫩这块地是 中东地区含有的好地 因为它雨量充沛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 罕见的烂地 它非常的干燥 所以以色列都是 抢人家的土地 然后抢到水 比如说约旦河西岸 加萨 戈兰高地 现在目 眼中看到利塔尼河 这个都是有水的地方 肥美之地 有水的地方 所以我跟你讲 我认为这个战争不可能停止 因为它已经豁出去了 因为它所有的行为 从加萨到这里 全部都违反国际法 不怕 因为它是小肠 美国是大肠 美国就在安理会 帮它否决所有的事情 它都没事 而且还拿萨德飞弹去给它 就是知道它如果再去打伊朗 那需要有一些地对空的防御 就是这样 源源不绝地得到美国的支持 所以总统大员之前 这动作只会更激烈 不会停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东地区的战局 现在以色列是没有要打下来停的意思 连联合国维和部队一再一再的去攻击 兵哥 你吃以色列你也不会停 为什么要停 反正我该得罪已经全部都得罪了 我哪有差 反正梁子早就结下来了 要打不趁这个机会打 你拖泥袋水 到最后前功尽弃 对以色列他的选择现在这样 他现在选择很单纯 就是加萨走廊我也要 黎巴嫩南部我也要 反正我都已经打了 反正该谴责我的国家 也全部都谴责了 四十个 对 那就不啰嗦了 就继续打 那联合国部队 虽然以色列表面上还是说 我误急 那个不好意思 这个是我们只是要暂时休息 是哪一种休息法 会开坦克车直接把人家门都撞烂 然后冲进去休息 还丢烟雾弹 他那个就是在逼走 联合国维和部队 现在是稍事警告 我跟妳讲 如果联合国维和部队再不走 他会更激烈 我跟你保证 因为到最后联合国维和部队还是要走 因为刚刚亮哥也讲了 他不是一个正规跟你作战的部队 他只是维持治安的 好吗 到最后他压力太大 这些人也是生命 他为什么要留在这边跟你拼 到最后就是撤走 以色列现在就是要兵你撤走 因为你们撤走了 我才好干事 他就可以尽情的在里头 到处杀真主党 他就没差了 对他来讲反正 反正以色列现在已经恶名昭彰了 我哪有差 我就做吧 反正大家都干涉不了 美国现在也是吃了渗多铁和鑫 因为对拜登来讲 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现在选战剩最后这几天 你想想看 假设你现在不帮以色列 以色列如果吃了个大败杖 或怎么样 或是遭受到惨重攻击 更惨 对啊 对选情来讲不是更糟 所以他现在别无选择 只有权力去帮以色列 所以在美国大选选完之前 这边都不会停了 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就对了 你就看到以色列不断的攻城掠地 不断的到走 然后连国人被赶走 然后欧洲这几个国家 除了诡教诡教之外 其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这样 跟曾祖党继续在反攻 法国是以前的祖国 那又怎样 法国也不敢真的 法国马克宏有种派军队来 他也不敢 所以曾祖党顶多也是稍耳性的攻击 他没有办法做大规模的反抗 武力实在是太不均等 休息一下 晚上回来 以色列现在对于不管是北部 曾祖党这里的攻击 黎巴嫩或伊朗 有没有可能进一步进犯 现在都还在关注 但无论如何 现在已经引起40个国家谴责 就是因为对维和部队也出手 我一直很好奇以色列 任何一个国家 它要有一个战略目标 你将来想要干什么 这个最后的目标 一定是追求和平 那以色列这样可能和平吗 他报了就谁打我 我就消灭谁 那你要消灭谁呢 曾祖党 哈马斯 都是这些恐怖组织 你就算把它通通消灭吧 我们先不要说多难 通通让你消灭了 接下来你要跟七八百万的 巴勒斯坦人在那里 你要怎么相处 我告诉你 从10月1号到现在开始 10月1号到今天 以色列发生了四次恐攻 10月1号 特拉维夫的南部 有一个捷运战 两个枪手打死了八死二十伤 然后接着10月6号 有一个枪手扫射 一个中央巴斯战二死十伤 然后10月9号 以色列海德拉有一个地点 那个人没枪了 拿了一把刀在四个地点 杀了六个人 10月10号 以色列抓了五个人 这五个人计划 在特拉维夫的购物中心 进行无差别的毒杀 就在这个月 零星的恐攻 在反映他们的仇恨 你们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处理掉 问一下以色列的高层 你在追逐什么东西 这些人仇恨的心 不是一个心态你知道吗 你给我的仇恨 这家中的宗教信仰这么强